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27年秋收起义后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发 上山之前正值当地红薯收获的季节 由于有的战士纪律性不强 肚子饿了便顺手挖了老乡的红薯来吃 老乡对此颇有意见 有的战士行动散漫 不听指挥 打土豪没收的东西不交工 塞入了自己的腰包 偷吃一个红薯是小 损害群众利益是大 于是在部队出发前 毛泽东在江西省慈平镇 经竹山雷打石前向部队讲话 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 并郑重宣布了三大纪律 第一 行动听指挥 第二 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第三 打土豪要归功 这也成为中国人民军队三大纪律的雏形 人民军队的步伐一路向前 走过大江南北 对纪律的要求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 到1929年1月 已经由最初的三大纪律 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主义 这些规定对于加强人民军队建设 特别是对于正确处理军民关系 起到了重大作用 1935年10月 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 他借用了厄玉碗苏区 流行的歌曲 土地革命已经成功了的韵律 完成了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主义歌 由于歌词通俗易懂 旋律简单明快 这支嘹亮的军歌很快在部队中传唱开来 战士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歌唱中 重温纪律要求 人民军队的好作风也随着清脆的歌声荡漾开去